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3号星期六 感谢你收看前进周报的节目 那中秋假期即将结束 那我祝福投资朋友 如果外出旅游的 都能够平安顺利的回到自己的家里 中秋假期期间呢 整个国际间最重大的事情 那莫过于就是 美国川普总统跟他的夫人 都得了这个新冠肺炎 那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会担心说 这个确诊的事情会不会去影响股市 那我们今天周报节目呢 会跟大家用一些逻辑分析 跟大家报告 其实这个影响的部分是短暂的 那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 选情跟民调 才是接下来一个重点 金融市场反应是相对上平淡的 重要的观察指标 像V10的恐慌指数 在这个周五的部分 其实只有上涨3%左右 股市的部分的震荡并不是这么的大 那台湾的媒体有提到说 这个川普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确诊 美国版的两颗子弹 陈水扁总统选举前也是有两颗子弹 然后去逆转了这个选情 那其实接下来的一个重点 10月份11月份的行情 大致上会跟这个选情的一个结果 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走势 我们先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反应 摩根台指的部分 是代表我们台湾的股市 那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 周五的美国股市的震荡 它一样还是收涨的 那达克的部分 虽然也是有呈现一个拉回 跌的幅度比较重 大概2.79% 但是摩台的部分一样能够收涨 那达克的表现 它一样是在月线跟季线之上 所以相对上表现的部分 还是比较强势的 那我们跟大家谈到说 10月份跟11月份的行情 重要还是在于这个 到底是谁当选 这个美国总统的选举 它一定是会一个股市的转折 这个一定是肯定的 因为政策的方向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不同的一些政策 当然在科技类股的这个反垄断 所以其实在川普的确诊 纳达克的部分 科技类股先去短线反应这个利空 不过技术面的条件还是相对强势 那拜登有批评 这个美国川普总统的一个减税的政策 所以他有提到说 假设他当总统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废除川普 在中产阶级这个减税的政策 那其实以现在的一个新冠肺炎的疫情 其实减税来讲的话 对于企业 对于经济的部分 是相对上比较正面的 所以市场上其实认为说 川普的当选 对于这个股市的部分 中长线的方向是比较有利 那我们针对10月的行情 我用这个10 这个10 其实他是一个双关语 无论是要收时还是要去减时 这当然跟接下来的一个 民调的一个部分 是不是有因此改变 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关系 那我们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选前跟选后的行情 他容易走反向 如果说是以川普当选的话 市场上的部分会比较乐观 假设这个民调的部分有呈现改变 选前的部分 股市就比较容易涨 但是选后的部分 他反而容易出现一个反向行情 就是出现所谓的一个利多出境 拜登的一个选举的一个情势比较乐观 10月份的行情他会比较偏向整理 选后的部分也有可能继续向下跌 所以投资朋友要特别去记得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预告 所以10月份的一个个股操作 跟调整时机就很重要 那我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ID是小老鼠的全体系 或者是你扫描这个标签 如果你有个股的问题 我邀请你 你把你的持股跟电话留下来 我们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这个周五的一个川普确定确诊的一个事情 其实从美元指数来看的话 目前市场上他并没有一个避险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美元指数的走势 相对上比我们原先预期还要来的更弱 所以代表说市场上其实没有避险的情绪 那当然也代表说金融市场其实认为说 这个川普确诊他其实是确实是有可能会去改变这个 民调的一个风向的 那美元的走势也是符合在我们原先跟大家讲的预期 这个短期的转期 但是中长期的部分 他是在空方的 因为美国的一个财政政策 包括这个无限QE跟低利率的政策 这个对于美元的走势相对上 中长期的部分是比较偏空的 同时也跟投资朋友谈到 即便这个11月份的一个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行情可能会呈现一个修正整理的看法机率比较高 但是后面呢 其实投资朋友并不需要这么悲观 因为各大的信贴机构 把台湾的一个明年的成长性是上修的 那包括我们台湾政府的债务相对上比其他国家还要来的更低 那包括我们台积电的一个制程式呈现领先 台积电在南科建立这个新的厂房 那很多的外资也来台湾做投资 建立一个产业的聚落 同时我们在9月12号也跟大家预告一个新的趋势 就是美中这双方的一个贸易的摩擦 那也衍生了一个新的趋势 我当时也跟大家讲到就是所谓的供应链重组 所以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得到说 iPhone的部分也开始形成两套的供应链 那我想从此本时我们在8月份也跟大家谈到过了 我们跟大家报告到其实会有受惠跟受害的 所以接下来操作相对上复杂 那邀请投资朋友一定要跟上专业的操作 那最新的一个新闻也有提到说台美双方签了这个基础建设的合作架构 所以这个对于台湾的中长期发展来讲的话 相对上是正面的中长线资金面的一个多头的条件 就是美国的无限QE加上低率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跟大家讲到 资金的一个效应是非常强的 所以股市它会形成一个大震荡 但是大震荡的一个拉回过程当中 哪些产业是有机会的 那你一定要透过大数据的方式来帮大家做掌握 接下来这两个月就是操作节奏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我们透过大数据的方式就可以帮投资朋友做掌握 那邀请投资朋友可以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最后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那请你踊跃帮我按赞跟按分享给我们一些帮助跟鼓励 我们在上周周报节目跟投资朋友谈到 重点是要先做解码嘛 星期一跟大家讲到说行情在这个地方有机会形成主体 那是你调整股票的机会 接下来你一定要懂得去做换股跟集中太弱流强 节目做重播也跟大家谈到说 筹码面的条件其实是有利足底的 筹码面有利绝对不是乱讲的 选择权的水位从跌破1 然后再度的回升到1.12 期货的部位来讲的话 特定法人的整个进空单也开始有呈现一个回补的现象 这个就是我跟投资朋友讲到说 筹码面的条件相对上是比较有利我们足底的看法 节目上也有跟大家做预警 就是跟大家提到说这段时间的操作 你不要用融资去做一个操作 因为资金面确实很多 但是信息面明显性不足 所以如果说你用融资去做操作的话 容易引来市场大户的对作 所以最近这两次你都看得到说 这个8月20号包括最近的这个融资的一个 暴检之后股市都出现一个反弹 包括9月9号这个地方也有出现过一次 上周周报节目跟大家谈到说锁定成长产业 我们用这个金像电跟大家讲到 产业是成长的 那加上它的一个条件是要击败大盘的 我们当时用这个3月份的股灾跟大家举例说明 金像电当时台北股市在重挫拉回的时候 金像电的股价明显比大盘强 所以后面的金像电拉出了这个波段的涨势 那我们在上周周报节目也跟大家公开分享 我们帮会员朋友从我们大数据里面去找出 成长产业击败大盘的一个股票 我们是公开跟大家分享2303的连电 为什么敢公开分享 因为它是千亿大股本的公司 这个是没办法炒作的 我们系统的转强价格就是在25块这附近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收盘下的连电就在25块这个地方 那星期一的一个连电它就飙上了涨停板 行情稍作指稳 9月30号星期三的一个收盘价 连电已经是收盘新高的 在星期一跟大家公开分享 另外一个名单的第二档股票 就是8086的红杰科 同时也跟大家分享 目前行情比较适合做区间 所以各股适合操作区间 我们都有设定给会员 区间上缘就是在103块这个地方 所以在28号当天的红杰科最高就是来到103 来到103的部分都呈现一个震荡 那目前股价的表现还是相对的强势的 所以10月份的行情有机会在这些的一个 强于大盘的股票 持续性的表现 那长短的目标如何设定 如果说你持有红杰科的 也都邀请投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待会没有操作就透过大数据 帮会没有锁定标的 盘中工具如果有利的话 我们就带会们去做操作 这个是在9月29号击败大盘股票 我请会没有定价去做买进 买进之后当天是震荡收贷 几乎是相对最高的一个地方 在9月30号的一个星期三 它一样是震荡收贷相对高的地方 股票接下来操作真的不要太多 那该锁定什么股票 透过大数据的方式就能够协助你 大数据会领先无限的QE 包括第一月的政策 我跟大家讲到说 资金它自然会去找到适合投资的标的 就像你在8月22号看到说拜登的民调领先 激励这个绿能的股票呈现大涨 但是忠实粉丝 绿能相关的概念股 我们是在7月29号更早领先 在节目上跟大家去做预告 我们当时用台积电缺电的一个概念 跟大家去做个举例 隔天开始跟你点明太阳能的股票 元金 元金当时股价是14.75元 后面元金涨到靠近快30块钱 9月22号的元金在呈现震荡 是强于大盘 而且都在月线之上 隔天的元金拉上涨停板 在9月30号的元金 相对上的表现也是比较强势的 8月4号也跟大家点名吉他太阳的股票 跟大家讲帽迪的时候 当时股价是9.61元 后面的帽迪 涨到9月9号的这个位置 26.65元 涨了接近三倍 我跟投资朋友谈到说 在这个位置 我不建议你去参与它的减值 这个缺电概念股风力发电 也是在8月4号跟大家讲的 这些股票都是在相对的低档 上尾投控当时股价是105元 世纪钢的股价当时是94块钱 这些公司到9月份 都已经拉出了这个波段的涨势 世纪钢当时最高来到140块 包括像风力发电的上尾投控 最高来到170这个附近 所以观众朋友这些股票 都是在最近的一个市场上最焦点的股票 那当然就是透过大数据的方式 可以领先的跟投资朋友做预告 7月29号预告完之后 我们在7月30号 带我们普通会员 基优组去买进第一笔 包括在8月4号加码第二笔 8月7号去加码第三笔 这个是我们会员朋友 操作联合再生的一个证据 而且我们都能够做预告的动作 这个都是穿嫁证据 9.05元附近的买进 包括9.17的加码 9.25这附近的一个加码证据 8月10号联合再生拉涨停的时候 节目上跟大家公开验证 布局的股票就是联合再生 那为什么敢公开 因为联合再生 它的股本是200多亿元 这个也都是大型股 没办法炒作的公司 8月14号的联合再生 拉上了涨停板 所以这档股票 我们是从预告 布局加码到创新高 这个才是你看投股节目 应该要出现的一个顺序 9月3号的联合再生 最高来到13.1 从9块钱附近去布局 这个是超过4成的 那在9月23号 有这个利多消息 所以这个联合再生的部分 又再度的拉上涨停板 如果你看到利多 才要去追这些股票的话 那你又追在短期的相对高点 隔天马上出现这个震荡 所以跟投股票谈到说 接下来操作 你一定要在大数据相对有利的时候 低档的地方去做布局 那今天的节目 也跟大家正式的做说明 联合再生我已经请会有没有全数的获利做出场了 如果你有这个太阳冷缺点相关的干链股 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赖 观看投股节目该注意的事情 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做过说明了 一定要先做提前预告的动作 预告看好什么样产业 会员朋友布局什么样股票 有绩效一定要拿出证据 证据就所谓的抠讯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5月3号 跟大家预告 我们看好远距离办公 所以我们节目就是跟大家谈一个产业趋势 当天跟大家点名两档双A笔电的股票 一档是华硕 一档是红基 当时华硕股价是204.5元 会员朋友布局华硕 我们都有拿出这个穿价的证据 然后在9月1号跟大家讲到说 资金行情你要做有价的两行公司 因为资金他就是要找这种好进好出的标的 包括你看到美国股市 都是在涨FANG这种尖牙股 都是大型的股票 所以资金行情的重点 我们在节目上也有公开的跟头做分享 台北股市做震荡 华硕股价相对上都还是非常稳定 当时跟大家预告红基的时候 股价是在16块1 会员朋友布局的证据 红基的穿价证据在16.35这附近的买进 包括17.85这附近的加码证据 7月20号的一个红基 连续拉出两根涨停板 所以我们从预告布局 这中间都有跟大家做说明 8月20号台北股市大震荡 跌了600多点 但是隔一天的红基 股价就能够快速性的回省 这个也是印证到 我们跟大家讲到说 资金行情 你就是要去做有价有量公司 9月21号 红基在这个25块的地方 仅会有没有全数做出场 当时节目上也跟大家公开讲了 那股价也都是相对上很稳定 我们讲出场之后 你可以看到 红基隔两天的股价都在25块以上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 资金行情 你要做有价有量公司 因为非常的稳定 你想卖都可以卖得掉 9月27号的红基呈现一个补跌 你可以看到说最新的新闻告诉你什么 远距离的商机爆发 红基要居第三季十大爆红股的帮手 那观众朋友 我们跟大家预告的时候 在5月3号 低档的地方都没有人讨论 但是涨多的时候就变爆红的股票 那你要在爆红的地方 才要去追这些公司吗 所以投资朋友 一定要透过大数据的方式 领先低档的地方去做卡位 大家去追捧的时候 就是你开始获利慢慢下车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持有红基的 或者是以上跟大家讲的 绿能相关的概念股 都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那我们在节目上次跟大家提倡 先有减码再谈买点 9月初我就告诉会员朋友 建议把持股比重降到四成一下 因为接下来面临高度的不确定因素 9月22号的节目跟大家公开做分享 所以会员朋友一定是领先知道 这些的操作策略 那投资大众一般做不到的就是盘中的应变 9月21号的当天 盘中的一个数据有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性的变化 所以在21号当天我们出场红基 也是跟大家讲到 我们带领会员朋友 就是依照讯号去调整持股 当天的盘中工具 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性的一个多帮股票转入一个讯号 所以我们带会员的操作也都是按照计划的 既底前控制档数跟调整资金的策略 这个我在9月初就已经告诉我的会员 9月21号当天我们的独家数据 抽码线跌破了50 那我们在周二也跟大家预告 周三反弹要去做减码 所以后面的台北股市 无论是上市还是上跪 21号之后出现一个连续性的拉回 在低档报大量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才去做停损 但是在当天我告诉会员朋友 杀到这个位置 相对上就是一个恐慌性的低点 融资断头之后出现一个急需性的反弹 告诉会员朋友 容易见到一个恐慌性的低点 所以在接下来行情操作 波动一样是非常快速 盘中你会需要一个明确的指引 那个股我也邀请投资朋友 一定要去做一个超前部署 8月20号跟大家预告这个暴跌币买股 当然有受到行情的影响 呈现拉回 我们跟大家讲是背光族群 很多投资朋友也有猜出来 但是我在这个周报节目也跟大家讲过了 重点是你用什么眼光去看这些的公司 这些公司在明年都是高度成长的产业 所以如果你持有这样的族群的股票 或者是你有参加这张股票的 都邀请投资朋友可以跟着我们去做操作 接下来的行情的策略 我们先锁定产业成长 击败大盘的股票 透过盘中工具带你去做一些进出解码 跟换股的动作 所以10月份的行情跟投资朋友谈到 时机、节奏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总统选举的走向 11月的行情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接下来调整 换股集中 泰洛流产非常重要 我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跟上我们操作 如果你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这里点选箭头 下面后的申请表连结 点选连结右边的表单 帮我正确点写 送出资料来体验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那持股解析我们用钱满营系统 来协助投资朋友 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02-2653-8299 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